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有網民在各區商場搞和你Shop的活動 其中一間商場就是大埔超級城 在裏頭有一名躁狂的警察 竟然將《立場新聞》記者的身份證 在人家的直播鏡頭前面展示超過40秒 這很明顯是侵害私隱的行為 簡直是無法無天 今天私隱專員也出了聲 說這件事表面上已經是違規 我們首先要高度表揚這名《立場新聞》記者 為什麼呢? 因為他即使面對警察的濫權行為威脅下 依然沒有選擇屈服或妥協 他沒有選擇適機 大家留意那張身份證是屬於他本人 而那些警察的惡意展示他的身份證 正正是他媒體所屬的鏡頭 他大可以適機 來阻止自己的身份證 遭到公開 但他沒有這樣做 這就是堅持了新聞措手 堅持要將真相傳遞去整個社會 哪怕自己的私隱是遭到那些警察惡意公開 以及造成了一種不可逆轉的傷害 因為身份證被人登在鏡頭畫面 就回不了頭了 一定是有人會截圖 是要截圖 是要截圖 但是得到了廣泛的報導 而香港記者協會和攝影記者協會 亦都分別發出了聲明 他就說 這壇事件的可信性是很高的 表面證供也成立 他認為有可能是違反了私隱保障原則 有足夠的理由 就讓私隱專員公署展開主動的調查 他也指出了 如果是違反守則的話 公署是將會發出執行通知書 而違反專員發出的執行通知書 即屬犯罪 最高可被判罰款港幣五萬元 以及監禁兩年 這壇事件我們又要讚賞私隱專員 雖然他未收到當事人的投訴 但已經展開了主動的調查 起碼是被市民看得到 私隱專員公署不會因為凡事是警察 而他就不去作出調查 或者是消極不作為 或者是妥於調查 起碼你是主動調查的 但當他提到執行通知書的問題 到底這些是甚麼刑罰 已經造成了不可逆轉的傷害 那個身份證的圖片 肯定會在網上被藍絲流傳 但如果在這壇事件上 對於警察是沒有任何後果的 那你就正中華盛頓郵報的下懷 華盛頓郵報只是說到警察違規 然後就得不到任何後果 這次又是 如果你不去懲罰他 根本就是沒有一個阻嚇性 你發出一個執行通知書 再違反的時候私隱屬於犯罪 那這次又怎麼算呢 要向市民真真正正解釋清楚 如果不是這些情況只會是無日無知的 除此之外 新聞黨的立法會議員 容凱恩 今天出席港台節目的時候 他又說到了 又評論一下這件事 他就說了 這些警察和記者有爭執嗎 都不是單一事件 就呼籲警察要看清楚別人的記者 尊重對方的工作 他就認為 你這樣把別人的身份證放在鏡頭面前展示 是不恰當的 難以理解警員的行為 估計他可能是一時意氣 就呼籲警員要保持克制 容大議員 你不能夠將這件事淡化成為一時意氣的 你是違法就違法 違規就違規 什麼叫一時意氣 一時意氣 你開槍也可以 殺人也可以 是不行的 你查別人的身份證你就查 你絕對有權去查身份證 但是你就沒有權 將別人的身份證 周圍養 周圍show給別人看 而且是show給一個直播的鏡頭 那個直播是有七千多人在看的 剛剛什麼人都有 肯定就有人截圖了 這些根本就不是一時意氣 你是40秒 一時意氣 show一秒 你是一時意氣 show40秒 擺明是黑 擺明是惡意 而且用心是非常惡毒 是黑心的 因為香港人的身份證號碼是不能改的 姓氏也有改的 名字也有改的 身份證號碼是跟一輩子的 容凱欣竟然說得出 這些就叫一時意氣 很明顯就是小馬大幫忙 麻煩你們這些新聞黨 葉劉也好 容凱欣也好 不要再包庇這些警察的違規行為 你在電台上應該很清楚地指出 這些人已經是違規的 違法的 你就要告訴市民 要跟這些行為割席 你就要大聲譴責他們 你先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的本分 要不然選你去做什麼 原來警察作出這些違規行為 你作為一個議員代議事 你都不去監督他 有什麼用 一個月就達到十萬元零一千元的人工 就是你和葉劉淑儀 葉劉淑儀不止 因為他還身兼行為成員 是不是 出過什麼聲音 對不對 你完全不夠 你只說一時意氣就是多餘 還有 他竟然又賴政府 跟市民溝通不足 就說舉辦了一次的社區對話片面 特區政府就很抵鬧地說 如果根據林鄭昨天在Facebook那篇貼文 你新聞黨就變成了一個反政府機構 因為你批評特區政府 根本上你政府內部的人 那些邏輯都是非常混亂 是不是 你的建制派又是你什麼 什麼叫做政府很抵鬧 對不對 這些全部都是小馬大幫忙市民都看到 不需要再搞那些什麼 即是社區對話 只要林鄭和三思十二命 有空上網 上連登 上Facebook 提起市民對於你們的批評 那些全部都是真實意見 上網看看吧 如果你要看意見 要不要搞對話 二十一世紀什麼都可以看 是不是 那些市民全部匿名的發言 就是最真實的 告訴你 面對面他敢小你老母嗎 是不是 他敢把最真實的說話說 是不行的 因為出了樣子 躲起來 他一定夠膽說什麼都夠膽說 你要看最真實的事情 上網可以看 用什麼勞民商財搞這些對話會 全部都是做大龍鳳 做給誰看 做給大陸看 告訴別人 我真的有溝通 不要再搞這些表面活動 根本上是毫無意義 好 那說回《立場新聞》的記者 他當日被警察公佈了身份證以後 當然他有專業精神 當然是繼續採訪 到了晚上的時候 竟然間有在場的指揮官 指控他 說我認得你 你在裡面已經搞事了 你立場新聞 這間報館有問題 我告訴你 你的記者是黑記 當那個記者質問這個警察 什麼是有問題 那些警察就罵他 那些記者不要跳韻 不要煽風點火 然後拿一些胡椒噴劑出來 指賊別人 這些就是你警察的所謂專業執法 你認得別人 很厲害嗎 但是你做錯了 是不是 你做錯了 你認得受害者還說 我認得你 你什麼事 對不對 認得別人很厲害嗎 很威風嗎 你把別人的身份證公開了 別人都未說認得你那個蒙面警察 已經被人起了底 你不要脫下口罩喝水 被人拍了相 笨 對不對 不知所謂還說人家黑記 人家都未罵你黑警 你罵人家黑記 這些都是多餘的 全部都是情緒發洩的 你想怎樣 你想恐嚇記者嗎 人家把專業操手放在第一位 死人都不肯關機 省點吧 除了這個記者以外 原來那些警察 曾經在大埔寶湖花園追捕一些 所謂示威者 他們認為 但是他們追不到 然後就辱罵路過街坊的垃圾 又罵示威者是恐怖分子 然後那些市民當然是不值得你罵他們 你罵人家垃圾 他們就在口角互相罵來罵去 竟然他就揍人家了 揍路過街坊 說你遲早被磚頭扔死 還有一條警察說 遲早帶暴徒去你家裡燒 你說這些有什麼作用 你在執勤 你對不對得住你自己穿起的制服 畢竟都叫做紀律部隊 現在就全部變成沒有紀律的部隊 不只是一大埔 在旺角 他們這些警察撤離新世紀廣場的時候 竟然向商場上層的圍觀市民就說 你跳下來跟我說 你怎麼說得出口 這些說話是 你在執勤 經常抵賴市民 向你們作出言語的挑釁 這些根本就是你們主動罵市民 抓不到你要抓的人 你就罵人家垃圾 罵人家恐怖分子 就人快去死 人家在商場上層圍觀 你不抵得他說話大聲 你叫人家跳下來跟你說 這些警察簡直就是黑社會不如 逛街路過見到一些黑社會江湖大佬 你不惹他都不會罵你 怎麼會叫你跳下來跟別人說 怎麼會罵人家快去死 簡直就是一路在支OT錢 一路在罵市民 那些市民有份納稅給你們這些 出錢給你們 還在罵他們 你們這些米飯班主 不知所謂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